而持续新闻焦点我们带给观众朋友最新消息 随着520准总统赖金德即将要就职了 而共军的动作也越来越频繁 侵扰我国的空域跟海域 首先我们来自国防部的晚间最新消息 从下午5点开始争获了中共的苏凯30运8 以及多架次的无人机累计23架次出海活动 而当中有15架次 其实已经逾越了中线还有延伸线进入台湾 北部中部还有西南空域 他们要配合共建执行联合的战备警循 而国军呢也运用了联合的勤奸针的系统全程掌握 同时呢也指派了任务基建 还有暗制飞弹系统随时应变 而随着政府即将换届 可以看得出来对岸可以说是动作频频 而现在呢 其实准赖内阁赖政府的名单陆续出入了 而攸关准赖总统身边的国安幕僚的名单 今天也一一公布 我们看到现任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敦涵留任 前例为何志伟有了新职务 是任府方的副秘书长 而与此同时国安会的副秘书长是由林非凡后任 而现任的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燕还有副秘书长马永成 会转为国安会的咨询委员 而先前传出只做到5月19号的黄曙光 现在也会继续留任 但是辞去了潜见召集人的位置 另外一方面也是选举失利的这个人气立委高嘉瑜 却没有获得新的排人 副秘书长黄崇燕前一天才接下总统的证讯 没想到隔天这被宣布520号将转任国安会资委 同样担任资委的还有他们 公开大谈台湾关系法跟台湾国际地位 台大法律系教授张黄池专精国际公法国际海洋法 另外扁时期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也是滋味之一 至于原本词意坚定的黄曙光确定留任 只不过比起这些自身幕僚 这年轻辈的林非凡新职因擅长国际外交 将接下国安会副秘书长的职 但去年本该去挑战兼困选区的他因个人因素临正喊咖 如今却能月领超过20万 不知看在他人眼里作何感想 毕竟看看新任的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 当初是因党内初选失利才不法连任 我是个自行龙了 是才是所 昔日初选的燕消会似乎已经不在 但对关系不怎么好的因素来说很难忘却 尤其就在消息曝光的前天 曾因市党部选举而扯出同因素交好的 诈欺贩毒案的赵介佑 狱中在港何志伟直呼不会再称呼何志伟 志伟哥还有何志伟把指控吞回去 但多数人对何志伟的新职都给祝福 余有荣烟 那何志伟跟我可以说是同期 当任民意代表然后议员 然后一路立委 那现在高升总统府的复密 只是高家瑜会不会也想问准总统何时轮到自己 现阶段我还就是反省检讨中 那当然2026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划 而持续来看到的是近期呢共军可以说是频频侵扰我国的海域以及防空识别区 但同时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是否也在台面下默默的紧密接近 并且紧锣密鼓的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带您看到呢路透社的独家消息 说有四名的知情人士透露 其实在四月份的时候 美台双方早就已经进行了秘密的联合军演了 而根据了解地点就是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联合军演 但是整个军演的消息是没有公开的 而双方大约有六艘的海军潜舰 包括了护卫舰补给舰支援舰 而当中这些演练目标呢 就是美台双方的潜舰舰进行通讯加油 还有补给相关的作业 而这项讯息呢到底是否属实呢 根据国防部回复给路透社的声明当中指出 似乎话有玄机 我们就待您看到国防部表示 他们是配合美方来推动 如果呢是在海上不预期的相遇行动的准则 因为海军经常信德会跟他国的潜舰通连 并会按照实际的情况对于操演 而这段声明呢其实也被知情人士表示 在海上行事低调行事 所以这次军演呢定调为是美台之间的潜舰还有军舰 我们刚好在某一个海域巧遇到了 共同进行通讯加油补给诸多的演讯 那么消息人士就以去吃饭来比喻 就像是去餐厅吃饭时碰到朋友 那么大家并桌吃饭如此自然 但是除了消息人士对外媒来透露讯息之外 同时我们可以从人事的活动也有看出端倪 来看到的就是海军司令唐华 4月份也赴美参加海空即太空的研讨会 而这个台美的军事交流是否也在升温呢 因为根据唐司令的说法 在这场交流会当中呢 都会碰到世界各国的这些国防领域的精英 那么台湾方面呢也会进一步 希望能够跟大家进行合作交流各事项的探讨 似乎也遇到玄机 而同时其实台湾的地理位置 对于美国来说是相当重要 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是在太平洋的第一岛列 而在台湾的南方的菲律宾也是美国重要的盟友 近期呢其实美飞的肩并肩军演才刚刚结束 大陆就公布了黄岩岛的联合演讯画面 而这样的画面是否也是中国大陆 希望能够在南海地区受肌肉给美飞来制造压力呢 根据了解他们派出号称舰艇持刀护卫的延寒号驱逐舰就在南海活动 而菲律宾近期也不开心 因为他们认为大陆解放军正在南韩许多地方呢 进行毁坏珊瑚礁来填导造陆 大陆号称航舰持刀护卫的055型驱逐舰延安号 进行实弹演练 大陆宣称地点就在近日与菲律宾发生多次冲突的南海海域 近几年来我们走向了更深更远的海域 在远航期间我们做了大量针对性的实战化训练 大陆海警近日也公布在南海演习过程 模拟黄岩岛附近海域渔船发生危险时 能第一时间展开救援行动 美飞联合军演后陆方持续在南海出招 13号大陆央视第一次发布黄岩岛空拍画面 配文写到独家近看中国黄岩岛的壮丽风光 画面还能看到大陆海警船和四艘大陆渔船 同一天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官员则公布画面指控大陆 在距离巴拉旺省只有71海里的南海鲜兵州 到了大量的死珊瑚和碎珊瑚填海造岛 菲律宾计划部署大型海巡舰监控 菲方对中方的指责毫无根据 纯属造谣 鲜兵交是菲律宾海军和海岸防卫队 到仁爱暗杀补给的会合点 一旦陆方真的填海造陆 打造成海军基地 将会影响菲律宾武装部队进行补给任务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表示 已经和专家合作 搜集记录大陆海警和海上民兵活动 未来不排除采取法律和外交行动 TVBS新闻夜郡宏林明珍 综合报导 再来持续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的 就是中东局势了 以哈的冲突战火未歇 而现在拉法会不会成为 全面爆发战争的地点呢 我们待会看到虽然美国呢 不断把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纳坦亚胡挥军拉法地区呢 就会停止提供相关的军援 可是现在呢 似乎都已经见在险上了 因为美国的高官跟CNN透露说 其实现在呢 在以色列的部队他们都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 只差一声令下就可以进攻拉法关口地区了 而根据了解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地图 加萨走廊的南端 拉法市呢其实就是跟埃及交界的地方 这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冲突当中难民集结在此 那么也急需人道的救援 但是呢以色列方面就怀疑有非常多哈马斯的分子 也混入在难民当中了 而美国的官员呢担心冲突会再度升级 而且也违反了人道 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在紧急观测 他们也没有办法确定 以色列到底会不会直接攻打拉法 但是呢其实他们的国务卿布林肯 也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 以军攻打这一波巴勒斯坦的行动 虽名为报复 但已经杀害了3.4万人 死伤相当惨重 而且以军杀的平民比哈马斯还要来得多 而且进攻拉法也没有办法 完完全全的剿灭哈马斯 由于现在呢其实美国方面跟以色列方面对于如何终结这场战争 有了分歧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方面认为他们要全面胜利 要把哈马斯所有的成员歼灭殆尽 并且呢要打到他们一兵一卒通通都不胜 可是美国却认为其实有很多的政治协商的方法 不一定要打打杀杀才能解决这样的争端 也因此双方已经出现了分歧了 而现在呢在拉法市这个地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亡魂 而让人难过的是这其实联合国的车辆在拉法预袭 而根据了解是一名印度裔的公民 他是受雇于联合国安全跟安保部门 是属于通讯职位的工作人员 而在这场冲突当中呢 他预袭结果导致伤众不治 而同车还有另外一名员工呢 也一样来受伤了 而现在呢其实美国方面也很担心 这场风波会持续的来扩大 同时呢他们支持以色列的力道 也已经表达了立场 如果以色列的国防军打进了拉法 那么就没有军援 但现在当地的情势依旧紧张 以色列聚焦拉法的同时 也同步在加萨北部作战 这显示七个月来 以军还是难以消灭 位在北加萨的哈马斯 甚至反复锁定已经攻击好几次的 甲巴利亚地区 以军人员高度戒备 因为不久前哈马斯又公布返金影片 这次是派出无人机空投炸弹 瞄准下方的义军坦克 加萨中部的迪尔巴拉海滩 放眼望去都是避难帐篷 当中还包含刚刚从拉法逃来的难民 却得忙着自行修补已经破损的帐篷 在以军接连队拉法东部和中部 下达撤离令后 当立街道瞬间进口 截至目前又有超过30万人 踏上逃难之路 联合国忧心冲冲 不过以军坚称拉法的行动 都维持在有限范围 但许多加萨人早已情绪溃体 感觉被全世界抛弃 以色列态度坚定 甚至连美国的话都不想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更把丑话说前头 认为以色列就算攻下拉法 也难以消灭哈马斯 他认为进攻拉法后 会出现全力真空 给哈马斯重新崛起的机会 不过西方国家还在拿捏立场 像是英国就不打算 跟进美国停运武器 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认为 这等于给哈马斯机会 但他也重申不支持 以色列进攻拉法 跟美国一样 不希望以色列拿英国的武器 用在攻击拉法的老百姓 片新闻 宋国报道 而除了关心中东战火之外 俄乌战争还在进行当中 而现在传出呢 俄军他们展开积极的攻势 针对了跟他们靠近接壤地区的 哈尔科夫零星的城镇 发起了猛攻 而在过去周末两天当中呢 在当地攻下了九座的村落 而且他们号称步步逼近哈尔科夫了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周遭的沃尔城斯克 距离哈尔科夫大约是70公里左右 而这消息一出呢 有很多的乌克兰平民呢 其实非常的惊慌逃到了城郊地区 希望能够躲避战火 而明明呢在2022年的时候 俄军曾经占领此地才被乌军击退 而现在他们又再度把前线往回推了 而这项消息对乌军来说 可以说是重大的打击 虽然呢这处城镇沃尔城斯镇呢 其实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也不是什么战略要地 可是这样来来回回的反攻回来 对于乌克兰的军心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而根据乌克兰军方的说法 俄军到底是如何拿下 他们通通集结了五个营的人力 同时呢还有空中的优势 出动了战机来进行地面部队的掩护 在炮弹还有攻击无人机滑翔炸弹的猛攻之下 导致他们成功了收复了这些的城镇 也让乌克兰呢节节败退 而军事专家表示这一场胜利呢对乌克兰乌克兰来说 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了 而现在其实对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来说 有外优也有内优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侵略的步伐 他丝毫没有停歇下来成了旷日费时的持久战 而在内部呢其实他的总统任期早就应该在三月份届满 同时举行大选四月份政府应该换届了 但是由于爆发了战争 所以泽伦斯基说现在是戒严时期 所以不举行大选 而当时呢国内过去他的盟友就已经抨击他说 就算不举行大选 可是根据乌克兰的宪法 戒严期间呢只有国会的议员才有办法继续延任的 那么总统是没有被宪法所保障 这样的行为就是违宪缺乏了正当性 而俄罗斯方面也表示 他说现在泽伦斯基的掌权 他的总统的职位是不合法的 也在质疑他的正当性 恐怕也会成为俄罗斯希望在乌克兰内部颠覆政权 窝里反的一个着力点了 而同时呢 其实泽伦斯基也表示 他们会尽力的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也向前线的乌军来进行喊话 但是现在内忧外患的禁地对乌克兰来说 他们需要更多的国际援助 才能撑住这一波的攻势 乌克兰的防线又被突破 俄军近日采取深东及西的策略 除了集中火力在乌东地区 周末地面部队又越界朝东北部 乌克兰的第二大臣哈尔科夫逼近 占领了至少九个城镇 乌军紧急撤离当地居民 乌克兰军情局长坦言战况不乐观 前线除了缺武器 人力也严重不足 俄军看准了这一点 刻意扩张战线 让乌军左之右处 达到削弱战力的目的 周一总统泽伦斯基宣布撤换负责 东北部战线的指挥官 当地自开战以来 就不断遭俄军炮袭 使得乌军无法建立坚强的防线 才会让俄军快速攻破 哈尔科夫紧临俄罗斯边境 是敌军锁定攻击的目标 乌克兰政府在当地建造了 第一所地下学校 位在地底六公尺处 学校总共可以容纳九百名师生 但必须进行两班制教学 哈尔科夫共有250万人口 当地学生自2022年2月开战以来 因为频繁空袭被迫采取线上教学 严重影响学生课业 周一地下学校正式开学 小学生们都很兴奋 我非常幸福 那儿子能够来这里 联合自己和一同学生 和学生 老师在三个学校 她等待她的星期 当她来这里 她穿着漂亮 会联合自己和朋友 因为她非常兴奋 父亲在一同学校 也为她是祝福 她想要联合自己和一同学生 不在联合自己 但在一起 和他们一起 哈尔科夫市长表示 未来将再增加三所地下学校 乌克兰重建需要庞大的经费 除了靠国际社会援助 民间募款活动也发挥很大的贡献 一名曾在乌克兰担任自由撰稿记者 四年的加拿大籍男子伯里斯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想要替当地的孩童募款 于是自己创作了圣母像贴纸义卖 不过她的圣母手里拿着的 却是美制FGM148标枪飞弹发射器 象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决心 博里斯原本只想卖一百张贴纸 但没有想到贴纸在社群媒体曝光后 回响热烈 他又开发更多其他圣母像义卖商品 像是T恤 旗帜 帽子和妥特包等 后来就连泽伦斯基与政府官员 都穿上了他的义卖服装 到目前为止 已经募得超过60万加币 折合台币1300万 美国国会通过乌克兰600亿军援 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访问基辅 表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不过他也坦言 美国延迟军援 让乌克兰付出很大的代价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再来要带您关注的是 英国的国王先前传出离癌消息时 皇室都没有证实 究竟英国国王罹患的是哪一种癌症 就是说他在定时定期的接受治疗 而近期似乎身体状况略有好转 他的公开行程可以说是马不停蹄 我们可以看到5月24号呢 他主持复出后的首场重要活动 授予坎特伯里大主教的爵士头协 还有畅销作家的女爵士头协 而13号的时候到汉普郡 来参与前空军还有部队 把这个指挥权移交给哈利 这原本呢其实是受属于哈利旗下的 不过现在这个指挥权确定 已经交给威廉了 而在这过程当中呢 其实他也慰问一些老兵 特别是离癌的老兵 而这老兵就跟国王话家常 说在接受高丸癌治疗的时候 失去了味觉 而查尔森是新有七七耶 他说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治疗后一阵 而外界就好奇 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许多的关联性呢 因为过去呢王室只有透露 其实国王是在接受 社乎腺肥大治疗的时候 同时发现罹患了癌症 接受定期治疗 但是到底是什么癌 都没有正面回应过 而根据了解 其实有很多癌症呢 都会有相关的后遗症 像是放射还有化学等 癌症治疗会有药物残留在唾液里头 所以都会影响到味蕾的细胞 或者导致唾液量变少 会影响到味觉 所以现在呢 这个跟老兵化加长的内容 也让外界对于国王 到底罹患了什么样的癌症 更是掀起了很大的兴趣 并且也引起了一种联想性的猜想了 而且是大观众朋友来关注到 太平洋大西洋另外一端的美国了 现在呢 准备希望能够争取共和党提名参选的 川普可以说是官司缠身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验刑暴风女出面指控 当初呢 她收了川普的封口费 不会公开两个人私底下的关系 而今天出现了重量级的证人了 这名证人呢 是一名律师柯恩 她过去就是川普的私人律师 而据说呢 当初跟暴风女私底下进行的封口协议协商 就是柯恩来帮助川普居中穿针引线来执行的 而今天柯恩也在庭上拿出了一项关键的证据 而这个录音当中呢 就有对话提到川普交代他要付出15万美金的封口费 而川普在庭后也表示说这柯恩啊 早不告晚不告 现在呢 他要来竞选 再度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却出面来控告他 他说这一切都是政治的操作 美国前总统川普封口费案进入重头戏 法院传唤关键证人川普前私人律师柯恩出庭作证 这位曾被川普比喻成比特犬的得力助手 除了坦白帮川普做事就得说谎和霸凌 他还当庭播送了一段关键音档 指控通通知川普交代他支付15万美元给八卦小报 买断和钱花花公子玩扮女郎的风流运势 另外川普也要他支付另一笔13万美元的封口费 给成人骗女星丹尼尔斯 开庭后川普又喊冤 说现在才出庭爆料有选举考量 不过科恩反控先前明明是川普 要他采取拖延战术 直到只包不住火才开始心急 不过封口费案似乎没有冲击川普选情 纽约时报民调显示川普在宾州 亚利桑那等五个摇摆州 支持杜通通赢过拜登 唯独威斯康熙州是拜登领先 而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就要登场了 外界也会好奇会不会又再度是 拜登对上川普 但是不管谁当总统 很多国际局势专家认为 抗中的态势是不会改变的 而现在呢美国似乎要再度提高筹码 特别是在晶片等高端的领域 要来跟中国一决高下 甚至可以说是打压中国大陆的发展了 由于呢美国现在确定要砸2.6兆 来拉帮结派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盟友来对抗中国大陆 他们希望呢这一笔预算的法案 是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大型经济体 要砸下大约是810亿美金 大约是2.6兆台币的金额 他们锁定的就是下一代 更为先进的半导体的技术了 而当中呢会被纳入执行的企业 包含了英特尔以及台湾的台积电 他们要做更高效能更强大的围处理器 并且还要增加产量 而根据彭博士的这份报导呢 其实美国的主力都要压住在 现在的下一代的半导体 还有尖端科技方面 因为他们认为美中竞争的关键转折点 就是科技力了 同时也会塑造全球经济的未来 而现在呢其实有许多人认为 未来科技力可能就会直接对标到 一个国家的国力 所以晶片成为了一种战略的物资 几乎已经是各国政要心目当中的显学了 而同时呢这个法案也显现了 美国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 跟中国要来进行科技的竞争 而刚刚我们提到的半导体晶片领域 就是重中之重了 同时这个金额的投入 最大的目标呢就是来制衡中国 并且缩小跟台湾还有南韩之间 半导体生产的差距了 所以足以显见呢 其实在过去整体呢 其实世界贸易发达之下 美国还有其他的欧美国家 他们会把制造的产业 分拆到东亚圈 来追求更低的人力成本 更低的制造成本 可是随着美中竞争态势之下 现在这样的全球供应链 早就开始进行重组了 而且在未来的时间里都还会是现在进行式的 而同时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美国华尔街今天再度遭遇到了暴击 不过这样的剧情似乎是曾相似 因为三年之前呢 这个X平台的账号 咆哮小猫曾经狙击过资本 因为呢当初GameStop就被很多资本来进行做空 那么熟悉电玩市场的观众朋友 可能比较理解GameStop它是什么样的股票 它就是类似卖一些游戏光碟片起家 所以是很多电玩迷心中的情怀 但是现在早就都在玩手游或线上游戏了 或者是说从这个云端下载这些游戏来玩 所以呢导致当初GameStop是被很多资本看衰的 但是呢这个咆哮小猫的账户 所有人这名KOL就觉得电玩 电玩魂不能亡 因此当初呢在资本做空这支股票的时候 他发起了狙击要求散户一人一张股 坚决不卖 结果把股价拱到一个奇高的境界 狙击了做空的这些资本家 而最近呢周一他又放出了迷因图 让散户再度出动 再度去买了GameStop的股票 让他盘中呢标涨到了110% 让放空的避险公司再度写本无归 户投资人关注的咆哮小猫 又在社群平台发一张迷因图 睽違三年再度上演股市 小虾米对抗大金鱼 Gill's post on Sunday was a sketch of a man leaning forward in a chair a popular meme among gamers that indicates things are getting serious 咆哮小猫用这张图案是要开始认真玩游戏 不少股民解读是下达疯狂买进潮的动员令 当地周一瞬间炒高GameStop股价 GameStop股价交易过程一度暴涨超过110% 收盘时也涨了74% 惊人涨势导致当天放空者亏损将近10亿美元 事实上GameStop第四季营收惨淡 三月份还裁员根本没有上涨动能 它也引起其他名字股价 AMC甚至没有利益 GameStop至少在这周年 咆哮小猫2021年 当时带领小虾米做空GameStop股票 刻意杠上避险基金 Melvin Capital这只大金鱼 导致这家公司出现巨额损失 由于这些散户只是盲目追求 专家也密切关注 这股风潮是不是会重演当年为市场交易 带来的乱象 TVBS新闻得不到 而科技越来越进步 AI会不会让很多工作者的职业前景变BI 也就是被AI取代呢 欢迎观众朋友留言与我们互动 因为现在就连INF的官员都会觉得 AI的浪潮席卷全球 而且在未来很短的时间之内 恐怕很多职缺都会被取代了 我们要带你看到这就是INF的总裁 乔治艾瓦他说人工智慧会向海啸 冲击劳动市场 未来两年会影响先进经济体六成 还有全球四成的工作了 而且让人忧心的是2024年呢 其实微软也发现了这样的工作趋势 45%的专业人士担心呢自己的专业被AI取代 同时企业领导者也很担心 未来缺人到底要由谁来补位 还有企业领导者未来的用人倾向 有七成一认为经验少没关系 但你会AI就OK了 同时呢也有研究的机构的执行长表示 AI不一定会取代你的工作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要掌握大型语言的 这个AI学习的指令技巧 也意味着你要会跟AI沟通 你会写ground 就像是你会带实习生 把AI当做实习生 下对的指令 让他帮你完成工作 就不怕会被取代了 互相问候只是个开场 因为ChairGPT开发商OpenAI 推出了全新更聪明的语言模型 叫做GTP40 不止处理速度比目前最新版的 GPT4 Turbo快两倍 成本也降到只剩一半 且种种对话能力的提升 将让使用者很有感 就连问完GPT问题后 也不用等个2到3秒的尴尬秒差 回应更迅速 不懂人类情绪之余 还能以适当的语气回话 从反应的速度到内容 种种能力远胜过Siri 并且从最基本的文字 声音到影像画面 全部报办 除此之外 GPT4 Turbo还有记忆的功能 能够从汉用户之前的对话学习 并且内建了即时翻译 以及多了强大的推理能力 可以计算数学题 分析图表等等 OK ChatGPT I'm sharing with you the plot now I'm wondering if you can give me a really brief one sentence overview of what you see Plot displays smoothed average minimum and maximum temperatures throughout 2018 OpenNI强调 GPT4O与前几代的模型的 最大差异 就是可用性大大提升 堪比强大的AI助力 而这个能向朋友般对话的 全新版本开放所有人使用 包括没有付费的用户 与此同时 iPhone制造商苹果 宣布要导入ChatGPT的计划 也传出进入协商谈判的尾声 带动周一苹果股价 爬升约2% 深层式AI商机扩大 让非市场中的主要玩家也受惠 周一日本软银集团 公布最新第四季净利润 超过21亿美元 对比去年同期还在亏损 让股东看好AI热潮延烧 更别说重金押注AI的科技大厂微软 继续布局全球 微软总裁史密斯 当着法国总统马克宏的面 宣布要斥资40亿欧元 在法国发展AI 兴建资料中心和云端基础设施 两人共同在巴黎的微软总部 做了这项宣布 不过这还只是这星期登场 一年一度选择法国峰会上的 其中一笔投资 今年的选择法国峰会 已经替法国争取到 150亿欧元的投资承诺 刷新史上外资投资记录 TV的宣布报道 好 OpenAI宣布新的Chat GPD for all 在此为您更正 而这新的AI的系统呢 会听得懂人的语气 势必变得更聪明更强大 而其实我们带观众朋友持续来关注国内的焦点 其实不只是国内还有国外都遭遇到极端气候的侵袭 全球各地都有剧烈的气候 而出现这副惨样的其实是美国南部密苏里州 密苏里州饱受了龙卷风侵袭 还有印度梦买呢也出现了暴风雨 有巨大的广告看板就被强风吹拂之下不知倒地 直接压在正在躲雨的民众 而这个意外也导致14人死亡 70人受伤 巨幅广告看板在狂风暴雨中摇摇欲坠 下一秒突然倒塌 看板直接碎裂发出巨大声响 目击民众看到都吓坏了 这里是位在印度的大臣梦买 军人员从看板下把受困民众一一抢救出来 并用机器切割铁架 13号下午梦买笼罩在暴风雨中 这个长70公尺宽50公尺的广告看板 被强风吹垮 突然倒塌直接压在加油站上 不少人正在躲避暴雨来不及逃 就被倒塌的看板压住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70人受伤 位于南半球的巴西南大河州 洪水也还没退 美国已出现极端天气 密苏里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 再度遭到龙卷风清晰 目击球员拍下龙卷风来袭的影片 还不忘对镜头打招呼 美国南部出现强烈风暴 气象专家警告 除了休士顿和纽奥梁 要小心雷雨 佛州也要严防龙卷风发生 TV新闻综合报道 泰国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命案 一名30岁的南韩籍男子 被人杀害之后 水泥风湿丢进了水库 目前泰国跟南韩警方 怀疑跟毒品有关 头部包警警遭警方逮捕 这名南韩男子就是在泰国 爬他亚残暴杀人的嫌犯之一 案发就在上个月底 受害的30多岁 韩国男子住进泰国后 遭到三名嫌犯 卢走家人接获电话 紧急求助当地大使馆 南韩和泰国警方合作追查 周二又在柬埔寨金边 逮到第二名嫌犯 另外针对第三人发布通气令 三名嫌犯都是韩国人 死者遭残杀后 尸体被放在塑胶桶里灌满水泥 지난 11일 파타야의 한 저수지에서 발견됐습니다 발견 당시 시신은 시멘트로 채워진 검은색 대형 플라스틱 통에 담긴 상태였습니다 灌满水泥的桶子 被遗弃在水库内 死者十根手指全被砍光 警方猜测他生前可能遭到酷刑 或是嫌犯刻意要掩盖 死者身份 疑似和毒品交易有关 BC의母亲에게 모르는 남자가 전화해 BC가 마약을 버려 자신들에게 손해를 입혔으니 据传嫌犯先开轿车 再换租皮卡车 将人掳到汽湿的水库附近 当地有目击者表示 案发前曾看过被害者 不过落网的两名嫌犯 全否认涉案 究竟为何会痛下 杀手真实动机 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TVB的新闻 印尼东部的伊布火山爆发 而火山灰直冲天际 来到了5000公尺的高空 而方圆5公里严禁人员活动 黑雾从远处山头冒出 印尼当地周一早上9点多 东部的伊布火山喷发 时间整整长达5分钟之久 烟雾更直冲天空5000公尺高 从上周末小规模爆发后 伊布火山至今还维持在 警戒第二高等级 当局禁止民众在火山 半径5公里内范围活动 也分发口罩眼镜 要求大家出门戴上 而在西部的苏门达纳省 则持续和暴雨导致的 土石流灾情奋斗 上周末大雨导致 山洪爆发 印发土石流 火山灰和岩石都冲刷下来 将近200栋房屋受损 重要干道被冲断 搜救黄金时间也只剩48小时 将近3400人 无家可归 救援物资目前依靠直升机 和陆路运送 居民也团结自救 筹措物资 分发给需要的灾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的电动车品牌 理想的旗舰车款 一辆要价200万 但是辅助系统却不灵光 把广告刊版的车 当了真车紧急煞停 导致后车追撞 行车记录器画面显示 原本高速行驶在 高速公路的车辆 就在前方出现 有车图像的广告牌后 突然急杀降速 最后整个停止 导致后车追撞 当下被撞的轿车 气囊弹出 车尾凹陷掉漆 车主脸部手部都受伤 把广告的图片变试成真车 所以紧急刹车导致车祸 让河北里车主傻眼 因为车还刚买 而且这车还是大陆国产休旅车当中 高价位的理想L9 Pro 一辆售价40万人民币 约合台币200万 被警方认定要付事故全责后 女车主要求理想赔偿2万人民币 但理想即便承认错误 也只愿意赔4000 双方没达成共识 这起事故引发议论后 陆媒也报道 理想汽车辨识失准 已经不是第一次 四川一辆理想L7 在行驶过程中 将广告牌上苏炳天准备起跑的图片 识别成真人 启动紧急制动 造成后车追尾 大陆电动车发展品质 国际关注外 美国总统拜登将对 大陆电动车的关税税率 从25%增加到100% 白宫也做出最新说明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 拜登政府一直以来关键大陆产能过剩以及不公平贸易的行为 但对于调升关税还没有对外公布更多细节 TVBS新闻夜居宏林明珍 综合报导 而五月份也是报税季提醒您 在报税期日之前 记得要诚实报税 诚实缴税 但是对于很多上游老下游小的上班族来说 负担真的相当大 很多人开始缩一结实 来消费降级 路过艰难的五月 像平常我就是一个礼拜 差不多就是抓一千块这样子 那就是也减少开支 眼不见为敬 大招放出来 少带钱 少欲望 省开销啦 要外送或是就是自己去买 大概一餐至少都差不多两百左右 那你在家里煮的话 其实你整个下来 一个礼拜就差不多应该可以省 差不多一千到两千左右 钱先生是三十岁单身族 这个月缴税就要多花三到五千 尽管压力不算太重 但毕竟还是比开销 只好少吃外食 花费就能从一餐花约两百 改成自己煮一天两百 每年缴税其实蛮痛苦的 平常就已经还有房贷 或什么的钱要缴 那每个每年一次 就想办法撑过去 还有这一位是三宝妈张小姐 和先生都是上班族 碰上缴税计 尽管有扣除额 但税还是得缴薪水的三分之一 再加上小孩保险缴费也在五月 因此开销比平常多一倍 通常这一两个月 我们就会改成露营的方式 外线是住宿 因为我们家一家五口 那个就是要加床 什么费用一个月 至少是五千起跳 减少外出游玩 住饭店的次数 改成露营相对可省三到四千 还有少点外食和外送 能省则省 暴睡觉省睡连锁素食店的冰淇淋 在APP上面有买一送一一人一支 感情不会散 晚餐时段则有麦香鱼 加中暑和三十八元饮料餐 百元有找最多省下十五块 连锁超市则是罐头买一送一 泡面买二九九折三十 等于一餐最低只要三十块 饭店把费餐厅持任意缴税单据 平日午餐第二人餐费半价 要帮民众在五月万万税计 稍稍减轻负担 TBS网上赵慧仙台报道 而要救经济的 其实还有中国大陆政府 穿出他们要发行超长特别国债 到底存续时间有多长呢 有50年之久 而根据了解规模有4.4兆 而华尔街日报报导 过去只有在经济十分动荡 像是金融海啸 还有1998年金融危机 2007年金融危机 还有疫情期间才会发行的 李强指出 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支持两重建设 是党中央着眼强国建设 和民族复兴全局 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大陆超长期特别国债 将在17号开始发行 期限包括20年 30年和第一次发行的50年 规模达到1兆人民币 约合台币4.4兆 这些钱将用于大陆国家 重大战略实施 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华尔街日报报道 大陆过往发行过 三次特别国债 都是在经济动荡期 分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 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期 因此第四次发国债 外媒普遍评论 是因为大陆经济持续疲弱 为了提振经济 大陆官方持续加大力道 推动房市以旧换新政策 中介机构也将优先推动 换房人的旧房交易 并为换房人提供 换房过渡期租房优惠服务 换房后支持换房人 旧房翻新新房装修 除了享受各种优惠大礼包 大陆包括深圳上海 超过30个城市 响应卖旧房买新房 无缝接轨政策 只要手上有旧房 先付了新房的定金 在约定期限内 旧房售出 就按流程购买新房 如果旧房子没卖掉 可以拿回新房所有定金 房地产景气低迷不振 大陆官方还出手 管控地方土地供应 商品住宅去化周期 超过36个月 就暂停新增 商品住宅用地出涨 TVBS新闻夜俊宏 李明珍 综合报道 新国新总理表态 美中不选边 1993年的孤王会谈 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商谈 开启两岸以协商 代替对抗的新时代 2015年 马席会在新加坡举行 那是两岸自1949年分治以后 双方最高领导人首次会晤 新加坡 这个距离台湾 3100公里的国家 见证了不少两岸历史 如今新任总理黄寻才 5月6号 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时 再度重申 在美中关系上 新加坡秉持不选边站 经济学人提问 一旦发生台海冲突 新加坡是否会采取 和乌俄战争相同措施制裁大陆 黄寻才强调 台湾和乌克兰情况不同 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 但就台湾而言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新加坡也都一样 反对台独 不允许新加坡被任何台独利用 但他提醒中国 不要就国家利益过度脅逼其他国家 否则可能引起强烈反弹 我们虽然是个年轻的国家 但这些年来经历过不少挑战 在面对每个困境时 我们都展现出新加坡精神 并且越战越勇 黄寻才从小讲英语和马来语 他近年勤学中文 以便用流利的中文在论坛展开交流 因为他明白 在美中极端竞争的国际环境下 新加坡要在两大强权间找到生存 还能发达的缝隙 需要无比的智慧 新北市长侯有仪 是少数和黄寻才近距离接触 就两岸问题交换意见的台湾官员 他对这位新任的新国总理印象深刻 2023年4月 共军舰艇和新加坡海军 时隔8年后举行联合军演 而台湾和新加坡 则从1975年开始 所称星光部队的新加坡武装部队 一直都在台湾进行军事训练 尽管台湾和新加坡没有正式的邦交 但无论在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上 台新关系都相当密切 但即便多方面皆能互补 新任总理要面对在两岸关系逐渐紧绷下 台新关系的压力将只增不减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